大家好 欢迎回到《望向编辑部》的《寻找BNO 祖家移民的故事》的节目系列 今集有许刘先生做我们的新西兰伊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另外还有《正向部》加上《浪冷气》 也需要大家的订阅、点赞、分享 最重要是多点回来欣赏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经常见到一些香港人说要做BNO女儿 之后他们去到英国 其实大部分都说希望小孩子在英国这片落土有自由的空气下 做一个有独立思考 不要被洗脑教育 又说他们有一个好的环境发展的地方成长 我们都见到现在英国面对这么多问题 罢工、天气、脱欧 现在又再拿出来吵当中的问题等等 甚至看到有加息 很多不同的东西 通胀都会出来了能源危机 很多东西都会涌起来 当这些BNO女儿 他们一定会说不行 不准说 不可以放腐 到了这些情况 如果关乎到孩子的话 是不是应该都要 摆出来跟大家说 或者叫敬请大家小心 或者问下人意见 这个当然 是吧 始终都是孩子 相信 最紧张就是 不少家长最紧张的 一样东西 孩子的成长 孩子的身心健康 每个正常的家长都很紧张 我们都提过好几次 由英国的护士工会都说了 终于顶不住了 要大爆发 要罢工 终于看到他们走上街头 因为我们心目中的白衣天使 穿起这套护士的制服 都是斯斯文文 都很专业 但当他们摇身一变 成为街头的斗士 举牌 把自己的面子画花 社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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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那种怒哮的感觉 我们看到都 我见犹恋 我觉得很恶然 因为护士这个行业 是关乎大众的生命 例如 你突然出事 例如出什么意外 要进急证室 进去 既然没有护士招呼你的话 很可能会危及你的生命 有或者 小朋友有时 不知道什么病的 他晚上病得很严重 发烧烧得很厉害 一探热之后 会吓死你的 很多时候 很多家长都会立即 提起小孩 去急证室 去到急证室 没有护士 那怎样 小朋友又 病得这么严重 发烧烧也这么高 会放的 放起来就乱了 乱的时候 会怎么办呢 又没有护士帮到手 那你便冻了 所以护士的角色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整件事 你不能当看不到 因为我们也见过 不少的BNO女儿 他们在围牢围圈的时候 还会不断 就可能拿自己入院的经历 或者自己面对英国的医疗 是多么好 说到天堂一样 如果当 没可能的事 护士罢工 我们要公平 要给我们多点钱 你看我们要喊到没样 我看到也很辛酸 如果去到这种情况下 这些BNO女儿的孩子 遇到什么事 真是大问题 我们看到 最近有一宗 其实如果去到这么危急关头 或者什么情况下 不是还在围牢 问大家怎样做 这个BNO女儿 亦是居住在 最多香港人的地方 我意思是在英国 他们觉得 叫做曼切斯特 在问人 有没有人近曼切斯特的私家诊所 可以介绍 我小朋友发高烧 怀疑感染星红热 他还有心情打个 眼睛在扭麻花 接着又说 GP又很难约到 然后合十合十 然后跪求大家 不是吧 还来合十合十地问 快点 去急症室 应该要这样 GP 简称 也可以当它是 类似家庭医生 家庭医生 家庭医生 一般来说 我说回新西兰 我相信新西兰 GP这个系统 和英国都差不多 我们在新西兰 每一个人 基本上都要跟一个GP 当你有什么 头云生气 你又去指定医生 如果你搬家的话 你都要搬起来 你可以申请要调你的GP 调到你附近的家庭医生 成为你的GP 一般来说 因为你看开GP 平时没什么问题 但有时 如果你病起来 GP又不存在 你也可以去附近的医生 但问题就是 你去附近的医生 他一来可能 拿不到你的病历 二来 你可能要给贵很多钱 所以一般人来说 都会是跟回 看回自己的GP 好了 现在这件 在英国发生的 一位人士 他小朋友 可能患上星红 而GP又不在 的话 照计就去急诊室就可以了 但是现在 急诊室又有 护士罢工 我相信他们的服务 只能够维持有限度的运作 这样的话 对这些家长 对这些父母来说 可能非常紧张 我们看到有些人都在说 现在去急诊室 你是可以直接去 不过 可能会等很久的 即使 为何叫他们 不要把这些东西 塑造成天堂 说到 服务很好 医院餐都很好吃 不要只这么口腔期 你遇到这些情况下 自己又不知道 怎样去处理 如果你又遇着 现在 护士方面 有罢工 那个影响 当然 急诊室方面 是不会影响到 就是那个里面的运作 但是你记住 刚才唐人说的 调动那些护士 谁去处理哪些 突然间可能有个 要进来赶生孩子 都会霸了急诊室 又要搞很久 这些都会的 就是你不要说到 好像是即时会和你处理到 好像等着你来的 很多人都说的 有些都提到 例如 GP那些问题 不过就算你到GP那些 都是给一些 一般的药理 假如 他病情比较严重 或者他都搞不定 或者很难诊断 他都会把你转介到 不同的专科 再去检查 假如 如果扔到你去 叫你去哪里哪里医院 预着护士方面 有这么多罢工 究竟怎样呢 现在看到护士罢工的问题 都挺胶着状态 甚至乎政府的态度 都相当串 我们也知道 B&O女儿 他们搞这些事情的时候 要给NHS 医疗保健费用 他们经常都以为自己 给了这个费用 英国政府就会照着我们的 医疗方面 不需要担心这么多 为什么他们突然觉得 这次好像照不到 对着这个小朋友的情况 刚好现在有工潮 有工运 有很自然都会担心的 虽然有个系统 你有交开钱 但是不一定有人 服务你 现在变成这样 所以很担心 再加上现在的天气这么差 气温这么低 多人使用的急诊室也很正常 对吗 GP 没有空 或者叫做帮你不到 什么 约他不到 还得了吗 我给钱的 现在他们的态度 钱大了吗 GP 也要上班下班 他这个人可能是在夜晚 人家下班的时候 你讨论人家 人家当然不骂你 对吗 现在很难约 我想他拖了少许时间 所以他觉得 为什么会不行的呢 有些人就说 尽快去看GP 有些人还很疯 还质疑这个妈妈 就说 你不是作弊的 我早上打电话去 下午就能看 这个也好看 你是哪个GP 有些GP 他可能多客户一点 要设计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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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在新西兰 跟着我的GP 他也试过设计 设计 到第二天才能看医生 这些情况很正常 我不觉得有什么特别 可能 有一个分别就是 香港 你要看医生 很容易 很好的 你一到街 就随便 进一间诊所 基本上 都有人服侍你 但是在西方国家 就不同 在这方面 可能你真的要等到 第二天 我自己就试过了 设计了医生 他第二天才能看医生 很正常的 可能他需要习惑一下 所以现在也打算 暗袋 再去看私家診所 那又是否一个 好的解决方法 也是的 你紧张的 你负担得起的 这个也未常不是一个选择 付得起钱 看私家医生 这个问题我也不明白 对 最惨的是什么呢 有些人还会说他 是不是这么大件事 是不是作大的 伤风感冒而已 有没有搞错 没有理由作大的 这一点 到了这个时候 都不能被人出来说一些 英国政府的坏话 真的好惨 有些人都说 一句说英国坏话都不行 不是吧 那些不止是崇英 还要支持英 总之政府做什么都要对那种 很搞笑 还有站出来评击罢工的人 罢工的英国人 很扭曲 给我的感觉 有部份的 所以 他们最狂的 有些都要照直 都要说真话 他们的惨犯是怎样的呢 千万不要当英国的医疗 就像天堂那样 那个女儿 很惨 高笑了几天 是几天 你是不是瘋了 他不打那些 他搞不成功 傅兵也搞不成功 就是他说 几天 然后 去了急诊室 都要等过几钟 过几钟很短 哎呀 这样也等不到 他也说 才看医生 可能因为香港医院 那些急诊室 如果大家来时有去过的话 他也会分流 会看看这些什么事 如果小孩子有起急事 又真的会特别快 可能一个小时之内 如果真的 医生都可以的话 都真的快得几天 他会写着什么急 即是什么普通 还是怎样的 有个人都很夸张 我说 不是呀 我女儿还惊人害怕 去到急诊室 等了十三个小时 然后他说 别人问他 你等了多久啊 十三个小时 你慢慢等吧 我刚才等了更久 然后有些人就说 哎呀 不是的 你不是放腹 我晚上去 九点几 十一点左右 回到家了 然后有些又说 十五个小时 或者十八个小时 都是要有差不多的 你很幸运而已 不是我幸运 是你放腹 不是吧 不是的 不过他们又没有透露一点就是 究竟 有些人分享就说要等这么久的 究竟 他小孩是患了什么病呢 还是有些什么不同的症状 较为轻的症状 如果你一般来说 你较轻的话 你很久等是正常的 因为你轻的 急症室就是给一些有急症的人去的 对不对 如果你不是急症 你又去了急症室 别人就分流你 把你排得太久 导致的就是你会等久一点 等十三个小时是不是很久呢 是很久的 他们似乎有一个盲点 因为他们会拿来与香港比较 这里不是好过香港很多的吗 还要等十三个小时 这些是我们拿来笑香港的 没理由英国发生这些事 有没有搞错 如果他这样比较 他就明显就是这班人 不明白英国的制度是怎样 不明白 很自然的 拿香港来做比较 香港是超快速的 香港很多服务是 香港很多服务超快速 你这样跟英国比 对英国来说其实都不公平 因为英国没有那么多资源 大佬 你看人工是少一部分的 做护士 现在更惨到要出来罢工 你什么时候听过香港的护士 要出来罢工才能的 个个都 那份量都叫做 是见得人下的 是颇为体面的 很多人生活都在香港做护士 但是英国不是的 可能有些护士 另外也要多打一份兼职才能够吃 从中我们可以指一道 英国的医疗系统 是没有香港的那么快速那么有效的 倒置了 你去到英国觉得 为什么要拍台拍档 为什么英国的医院那么慢 我觉得你这样 批评英国的医院就太不公平了 因为大家的资源都很大分别 你跟英国的香港比 当然没得比 当初如果你觉得英国的医院先进过香港 那你就大筹突错了 又或者看得太多 英国关于医院的正面 说他们有多好 又说医生跟他们谈了多久 又说很开心 你看得太多这些 当有一些不似预期的东西 你就会反胎了 不如这样 我们谈论一些关于 今次英国的护士罢工是怎么样 他们今次 就叫做为期一日 不过 他们说迟些 未来还有 他们说要为他们自己的权益发声 有些人说 在你这么大胃口 要求加薪是19% 不过他们当然有他们的原因 同样的道理 有一些护士说 现在护理系的学生 每年要付9000磅 接近9万港元的学费 或者可以叫做教育费 但他们付这个钱 是要在病房 存职工作 也没有薪水 就是说来实习 但做到职 但没办法 他们都要硬硬 贴钱来 还要做免费劳工 给你机会学习 你又不做就不行 你拿不到学位 当然要 一定要做的 神经病 我还要贴钱来打工 贴钱打工 是呀 做奴隶的 你很容易吗 真是辛苦 哈哈哈 看到他们也有提及的苦房 即是叫做相当之苦 当然英国方面都说 不行 我为19% 超出了当局的负担范围 也都呼吁 究竟什么时候 不要再搞呢 不过他们的秘书场 有关于护士方面 他们都说 呼吁政府 你们都作出一个 叫做体面一点的抉择 即使我开到19% 但希望你还回价 你又不还价 尽量在年底前 解决到这个争端 我们刚才也看到 那些护士姐姐的样子 为何这么愤怒呢 他们很喜欢拿 什么悲惨世界 来比喻香港 英国现在的护士 也拿回这个来说 这次我们罢工 是表示着我们这个行业 悲惨的一天 除非这个谈判有突破 如果我们第二次 就将会在12月20日 再举行 如果再置之不理的话 2023年 继续会有罢工 我们连说 有些叫做前朝的官员 就稍微敢言 现在英国的前卫生大臣 自己曾经做过 护士这个行业 他说现在护士在目前的人工的环境下 生活真是不容易的 不过他也说 19%就真的叫狼了一点 就说他是 不知实际 那还价 我觉得是否可以呢 现在就只能够通价还价 不是怎样 19%加新一次加那么多 我相信这些就不是一时三刻的问题 是积压了很多年 都没有解决过的问题 听起来好像真的很多 但实际我们如果看回 他们那个 加新19%不是说没有道理的 只能这么说 现在就看他政府和 这个奴方 他们大家怎样 在这件事里 解决到 但是再这样拖下去 我个人认为 就对政府 没什么好处的 最后搞到两败驱伤 现在这个新卫城 基本上他就想 明年还要笑 骑骑放毒蛇 这个真的不放不毒蛇 说要在明年 就搞一个叫反罢工法 哇 你这样 谁呼吁人罢工就犯法 是不是这样 捉人拉他出奸 就是这样 差不多了 如果去到这么独裁的话 英国这个国家 不要跟我说什么民主自由 反罢工法都能够出的 看他会搞什么 发出来 是不是 这些是英国的事 罢工到时候 我们再看看 情况是怎么样 关于这个叫反罢工法 或者还有当中 和工会的 暗战 究竟是什么 可能我们 稍后再在另一节 再補一補飞 好吗 好呀 如果大家想听 记得留言 告诉我们 我们将那些资料 和数据 整合一下 然后和大家一起 分析一下 多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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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